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黑粉的直播间撥火 美女不要在意 好的 谢谢一方丰盛 对 对 你们有多少人支持 现在傅哥他听不见 你们有多少人是支持 金芝跟傅哥的 支持金芝跟傅哥的打个支持好不好 就是胡文文让 就是因为因为胡文文所以你认识了我 那你应该是去谢谢他 而不是来让我去嫁给胡文文 知道吗 你们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是知道的呀 对不对 你们不是说你们想要我嫁给谁我就要嫁给谁 对不对 又开直播了 我开好直播好久了 我一直都在开直播 我认识傅哥以前我就在开直播 而且傅哥认识我有两年了 我在两年前我就在直播 只是你们不知道我的故事 你们不知道我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 所以你们可能刚刚认识我 所以你们就觉得 我刚刚认识我 就以为我才刚刚学会走路 对不对 嗯 没有一点四川味 但是我真的是四川人 所以我说普通话可能觉得 你觉得我说话就不想 说话就不想是四川人 但是我是四川人 但我是四川人 对 喂 喂 你刚刚断线了 对 刚刚有电话进来 然后就下去了 嗯 刚刚在聊天 然后 嗯 就是 我问他们大家有多少人是支持你的 然后就很多人打支持 是吗 真的吗 对 真的吗 就有一个人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他说是因为胡文文所以才认识的我 然后就要让我去嫁给他 我就跟他说了一下 我说那你应该去感谢他 你去感谢他 而不是说让我去嫁给他 那个直播间的家人们 你们都支持我吗 支持的咱们打个支持 让我也 哎 有点存在感好不好 你好开心的吗 支持支持 以后 以后 不经过精致批诊 不要喝醉 哈哈哈哈 没有 富哥最近很忙的 他因为工作的事情就 特别的忙 对 就工作太忙了 其实 哎 很想下来的 不值你 很想来找你的 但是 太忙了 对啊你昨天 你都离婚了吗 我都没接了 我刚刚给他们讲了 你昨天在乐山周边办事 你都下来了 你来见了我一面 然后走了 我知道呀 我就跟他们讲了刚刚 嗯 怎么咱家里边事 怎么老往外说呀 哈哈哈哈 你去哪里了 说你最近没下来吗 我就说 你昨天 就在你这乐山周边 所以说就下来了 父亲的声音挺好听的 是吗 那你还是第一个 说我声音好听的 感谢你 有很多人的 有很多人说你声音好听的 对不对 家人们你们觉得 父个声音好听的 可以 是烟口房 对不对 不是吧 哈哈哈 对 好好挣钱 所以我再好好上班 其实我觉得 嗯 那个 昨天一天 昨天家人们啊 我觉得其实金芝 其实对我也特别好 你们知道吗 因为 我 我的工作 我觉得你已经下班了 我也挺开心的 就是像金芝他能说这个话啊 对 我也我看啊 我们也有好久没见面了 就是昨天我们见了一面 然后 又差不多十来天了啊 对 半个月了 我回来有半个月了 你瘦了很多 瘦了吗 瘦了吗 哎 一定要嫁给 哎呀你们先不要带这种节奏 好不好 这个缘分是天注定 你知道吗 哈哈哈 别以为只有你喜欢金芝 喜欢的人太多了 我知道呀 我挺开心的呀 因为 为什么我开心呢 因为有人喜欢他 就证明他 有他的优点 对吧 文总出来了 哈喽文总 哈喽文总 福哥离婚了吗 哈哈哈 福哥没结婚 家人们 福哥没结婚 对 福哥他虽然他的咽喉 他的声音是咽喉散 但是他很年轻的 虽然他又是有钱的大老板 但是他很年轻真的很年轻 你们可以猜一下他多少岁 没钱哪里来的钱 没钱 哈哈哈 你们猜一下福哥多少岁 因为黑粉 直播间里面就是人比较多嘛 所以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的 这个是能理解的很正常 他十八岁了我 听我声音像三十八岁 四十岁 三十几岁 哈哈哈 你们完全想象不了福哥他 到底多少岁 知道吗 你们要看到他你们才能知道 哇天哪 你怎么那么年轻 我不应该这么年轻吗 我本来就这个年纪啊 哈哈哈 我也是黑粉 没事 不管黑粉白粉都是粉 黑粉吗 我最喜欢黑粉了 哈哈哈 不管黑粉白粉都是粉 对 三十多 谁三十多了 没有三十多 你们有多少人在那个 就很多人 呃就是我 就福哥带我来找工作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看到那个 这里的那个经历 就是呃那个文总 对不对 他现在就在我对面 你们想不想看他 很多人都是夸的好看 很多人都夸他漂亮 算了吧 就是你的那个 算了吧 低调底 低调底 哈哈哈 对 没经过人家同意 就不让他 不让那个 因为在对面他 他只知道我在这里 呃那个 然后 对我在上班了 现在下班了 文哥呢 文哥回 江苏了 他是江苏人 他只是请了假过来拜年的 那段时间没有上班 就过来拜年 然后又走了 没有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那么夸张 就是说你说你说你说一个人有多有钱 其实比他有钱的人肯定更多 就比如说我跟你们 就我们直播间里面可能有一些 呃就是一个 哪有那么哪有那么多啊 没有那么多啊 他故意的 他故意调侃你的 调侃我呀 没关系啊 调侃我 有有有钱在我自己包里面 他调侃我没用呀 哈哈哈哈哈哈 回答问题 什么问题 我说的对不对 这是文哥 文哥他跟我只见过三次 就是他只够只见过一次面 副哥他跟我认识两年了 而且一路都在帮助我 你觉得我会喜欢谁 而且跟呃跟文哥就谈不上什么喜不喜欢 我跟文哥只是见过一次面的人 谈不上什么任何喜不喜欢 年可能就是年什么呢 就说的可能会大家觉得呃不好听一点 可能年年朋友都算不上 知道吗 他只是来跟我爸爸拜年的 可能我跟他年朋友都算不上 所以说不存在什么喜不喜欢的 不要一天说文哥没有文哥 我们也不会认识你 那你应该去谢谢他 因为在没有文哥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认识我 只是说你可能才认识我 那你应该去谢谢他 哈哈 你想看你们的视频 找到工作这里就没有了 今天刷到了直播 因为副哥他回成都了嘛 然后就没有视频了 哎 你在喝茶呀 对 还在公司 哦 你大哥呢 在那边喝茶 你一个人在那里啊 我一个人啊 啊 你对面是不是上次我看到那个过期的酒 哈哈哈 对 那边 对 你们看到看到没 对 因为有些人你们真的是就是故意的来挑拨无间 知道吗 酒还有过期的呀 他们全是过期的酒 真的对 对 对 全是过期的 嗯 我上次去看了 他真的全是过期的酒 哎 哎 家人们平时你们喝不喝茶的呀 啊 我以前不认识副哥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就是酒都会过期的 直到我认识副哥以后 酒他什么就是他是越过期他就越值钱 哈哈哈哈 关了吧 我得关了 马哥关了 不用关呀 不用关呀 没有推销茶 你们真的 哼 你想要买茶吗 你就来我们这里来买好不好 你想要买我们这边的茶 你就来这边卖茶就好了 而且我也没卖货 你们不用 而且也不用故意的那种在这里去调侃任何一个人 知道吧 你们也不要刷任何东西 你们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喜欢拍视频 那你们就去拍视频 那你们就去拍视频 然后你们喜欢直播 你们也去喜欢去直播就可以了 现在变了 哪有人会一成不变的呢 对不对 我变了呀 我从22岁长到24 23岁了呀 其实有些人 你金正你有没有发现啊 我只是问了平常大家爱不爱喝茶 就有人觉得啊 要怎么怎么样了 要推销 对啊 那就是说 而且 换句话说啊 对不对 金正换句话说啊 其实 哪怕你卖东西 对啊 也无所谓 为什么呢 别人他买东西是他自己选择的 不是要自己买什么东西 你能让他必须来买的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就没有必要去这么去说金字 不是 家人们你们觉得对不对 对的咱们打个对 是吧 对啊 你在直播里面 你爱看你看 不爱看就不看 如果你买东西的话 你爱买就买 不爱买不买 对不对 这个就很正常的嘛 是不是 嗯 所以说 所以说不用就刻意的说 哎呦要卖茶了 这种这种就酸臭味很重的 知道吧 就听着听着人家 就什么呢 损你自己的口碑 知道吧 你说这句话不会影响到我 而会影响到自己 影响到你自己的格局 没有笑话 要说哦好 我没有卖 我没有卖东西哈 你想啊 我如果看 一起聊聊天多好的 分享一下生活 是不是 对吧 不能老老 对不对 你们去说金字这个 金字那个时候 他也不喜欢去反驳 何必然我就跟他说 你为什么 你他们说你就听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你要这样呢 实事求是 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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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看得起金字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配不上您的儿子 大家 然后如果说 喜欢金字的 可以给金字点个免费的关注 不要你黑粉 还可以加个粉丝团 对 就成了金字的家人 对吧 可以加个粉丝团 加个金字家的粉丝团 我说实话金字 其实我 嗯 现在我实际上是 现在不满啊 我静下来了 我和你一起聊天 我心情都 要舒畅很多 因为 真的假的 真的 家人们你们信不信啊 信的咱们打个信 不信的打个不信 对 有好多人也在给金字发消息 就是说金字我的生活一团糟 但是看到你的笑脸以后 我感觉什么都不 我很开心很幸运 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一些些的放松和快乐 知道吧 所以 你就要保持知道吧 哎 运动健康 叔叔是吧 你看 就他一个人信 就是卖东西也很正常啊 对啊 比如你现实上中也有人去那个 而且我现在 我现在没有东西卖给大家 对啊 也没有卖东西 然后咱们 喜欢金字的 愿意了解金字家乡的 你们可以给金字点点关注 对不对 就有时间呢 过来金字直播间 跟我一起聊聊 其实 我觉得啊 我觉得 像 有很多人认识你 关注你 喜欢你 支持你 对吧 你最开始你说的 你要为家乡做贡献 包括我也 我也很支持 我觉得 其实像他们说的 卖东西不卖东西 这个我觉得 并 实际上没有去 嗯 取关了怎么还刷到你 你给他拉黑 对 你把我拉黑 对 你就刷不到他了 对 我没有炒做任何事情 如果说我炒做任何事情 我就在这里吵 吵架了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了 知道吗 你居然不喜欢看我的 你们就拉黑就可以了 就很正常了 因为我又不是人民主义 而且还有一个 我要说一点啊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他拿他自己爸爸妈妈的事 拿来去 什么去所谓的去炒作啊 什么的这些 这种人我是看不上的 知道吗 对 可能就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怎么呢 我觉得你是很 我觉得这样的人 他如果说他来怀疑这个的人的话 我觉得你的生活是很好的 因为你的生活 你的身边没有像 没有一些比较就是不好的事发生 知道吧 你不要觉得这世界上很美好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可能有你想象不到的苦 只是说有些东西你看到了 但是呢 我觉得啊 我觉得啊 嗯 希望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 家人们都哎 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 对吧 也不要去发生那些事 嗯 对不对 家人们来咱们打一个屏啊 好不好 咱们打个屏啊 对 对 谢谢金城装士 感谢你 谢谢大家 我们 你点关注了 别忘了点点关注哦 哈哈 对 没有 在直播哦 那是他 呃 富哥在这里 富哥在里面给你刷礼物吗 没有 哈哈哈哈 没有 富哥他会他会成都了 他会成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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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让他给你刷礼物啊 你贴了多少人啊 几百人 不可以呢 哈哈 我在小号 小号在直播 小孩在直播嘛 那大号不是得有 得有 没有 大号就是来专门带货吧 没有没有卖货 没有 没有 没有卖货 哈哈 对我跟他们聊聊天 平安 平安 哈哈 我就说我在这里直播我会害羞 就是就是怕他们这样子来 就是说 对 这边炒 我没有拿我自己的父母任何事情来炒作 呀家人们 那是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我希望 我我觉得大家都是跟我爸爸妈妈一样的年纪 你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拿自己的生命健康去开一些玩笑 我爸爸身体里面有肝板 我妈妈 我妈妈每个月吃药 这个是真真实实的 你们如果说愿意去了解经济愿意跟经济交朋友的 你们也可以来到 你也可以来到经济家乡 好不好 我爸爸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如果 就是有很多人 因为我们县城里面有很多人刷到那个视频 就是说就是 就是我爸爸在外面打工大家都知道吗 然后但是我爸爸为什么会摔下来很多人 我爸爸是从来没有说过的 所以 就是 所以我爸爸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敢做敢当 如果说有人觉得 我在就是 就是说我们家庭里面的事情是假的 那你随时把我身上的肝板 你我取出来给你看 我爸爸就是这样说的 我爸爸一生下来 他说他从来不会说谎 而且从来不会去害任何人 所以说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带我爸爸的节奏 因为之前很多人在黑我的爸爸 是这样的 那是我的爸爸 你们觉得我跟我的爸爸长得像不像 咱们 就是我跟我爸爸长得像不像 那你觉得我跟我爸爸长得像吗 我觉得呀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你 就是比较像你爸爸 比较像我爸爸 是像妈妈还是像爸爸 像爸爸 对 像爸爸 你的爸爸就是我的爸爸 哈哈哈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不嫌弃 我在县城 是我们就是 县的县城 对 我爸爸是鼠羊的 像 太像了 嗯 金芝很漂亮 对 金芝很漂亮 不仅漂亮 如果说不嫌弃金芝的 就给金芝点个免费的关注 然后给金芝刮给粉丝牌 又成为金芝的一家人 谢谢大家 然后我希望大家呢 有时间呢 可以来到金芝家乡 马边来玩 然后也可以 也可以去那个 呃 富哥的那个地方去玩 哈哈哈 可以来成都 欢迎大家来成都啊 富哥 哈哈哈 对 谢谢大家 太像你爸爸了 我特别喜欢金芝 谢谢你 谢谢东北燕子姐姐 富哥真有福气啊 啊 谢谢你啊 谢谢 我觉得我也是特别的幸运 特别的幸运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不欢迎你哦 你可以出去了 你可以把我拉黑 知道吗 你你如果说要来黑一个 一直都在帮助我的人 那你你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说我直播间里面 我啊 我是属于那种你骂我都没关系 没事 你骂我都没关系 但是如果说你要去说一个真正帮助我的人 或者在我直播间里面任何一个支持我的人 如果你来说的话 我肯定呃 直播间里面就不欢迎你 虽然说这个直播是大家都可以看的直播 但是如果说你来直播间里面 故意带这种节奏 我直播间里面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欢迎这种人 没关系 他们说我说他们的呗 就是金芝 谢谢 是吧 感谢大家的关注 嗯 你这么想啊金子 嗯 就是那个 他们说我其实 我又没少头肉 对吧 我又没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因为我都不想去看这些东西 对吧 嗯 所以说没有必要去反驳他们 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 这个没关系 对吧 他们 我希望的是他们来说我 不要来说你 好吧 我希望的是他们来说我 别去说你 哈哈哈 他们不是帮你吗 帮什么 谢谢大家 对 人在做天在看 对 对 这句话就是 甚至小黑粉也可以拉黑的 嗯 没关系 我呢就是 也不太喜欢去拉黑人 然后 呃 因为直播大家都是什么呢 都是自由的 我不希望来到我直播间 然后你被拉黑 可能很多人被拉黑 也会心里不舒服 但如果说您是呃 就是来直播间是不友好的 那直播间里面就不欢迎您就可以了 哎 怎么还有人给我送礼物呀 哈哈 不要给我送礼物 没事 对 和平大叔来了 福哥要接待我 必须接待你啊 和平大叔 你可以 很漂亮 谢谢你 是吧 咱喝喝茶嘛 对 嗯 什么时候回来呀 然后喊上大牛叔叔 来我家吃 吃那个驼驼鸡 我 我不知道 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你 我什么时候来 因为如果我答应你了 到时候我没来的话 你会失落 所以说 那就让直播间的家人们决定 你什么时候下来 好的 那个燕子姐姐 好 你们觉得让福哥多久下来 就是来吗 边 出现在我的旁边 哈哈哈哈 对 什么时候 我吃驼驼鸡 欢迎你 明天来 嗯 没办法 520端午节最好 福哥我也想来 怎么有个福哥 欢迎你福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5月20号来 为什么要5月20号来 不用来 哈哈哈 为什么要5月20号来 我现在在哪里啊 我带你们看一下我们酒店好不好 就是我在那边 就福哥经常停车的地方 我带你们去看 可是就是应该信号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就酒店还是很大 我们县城比较大的一个酒店 我们县城比较大的一个酒店 我现在很荣幸自己是里面的一个员工 哈哈 哈哈哈 520 工作算不算你 什么 工作算不算你 很顺利 我现在已经比较习惯了 那不是大哥的车吗 嗯 嗯 嗯 那个 对之前 你们看这里 这里就是之前 呃 福哥在这里停车的地方 哈哈哈 这里的 这里就是很多人车不能开进来的 但是之前 呃 福哥他的车就停在这里的 我的专属车位是吧 哈哈哈 每次你说我还以为是在叫我 没有 嗯 你也叫福哥 好好的你阿姨 好的 对 然后这背后就是这么大的一个 就点 挺大的 很大的 嗯 那个是大门 那里是大门 就是你出去的大门 嗯 来过这年直播过 对 但是我现在已经是这里面的员工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好 对 那个 如果说顺利的话 嗯 就好啊 如果说有什么 呃 其他的东西啊 你要给我讲 好吧 对 然后那个上司有一个 那个前台的一个小姐姐 她还问你呢 她说 她说你去哪里了 然后那个房间空了好久了 她说 哦 哈哈哈 就你住的那个房间 那 有了 她说还是一直都给你留着的 是吧 嗯 那我 哦 有时间了我就下来嘛 好 好 好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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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哎呀 我等会我还要去办事 还要去办事 嗯 嗯 好的 你那边还没天黑吗 你们的天黑了吗 成都应该也没天黑吧 那呀 成都天黑了 黑了呀现在 家里面你们那边天黑了吗 我这还没黑呢 还大天亮的 还是你们那边结婚 结婚的那一天结婚 嗯 广东天黑了 还没 对 黑了 黑了 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半小时天黑 还有一个半小时 我想娶你行吗 不行啊 啊 她说有个人说我想娶你行吗 不行 哈哈哈 哈哈 我们这儿快黑了 江苏也天黑了 对 呃 我也不知道这个天黑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呀 那个家们 就是为什么 嗯 为什么都是在同 都是在中国 为什么 我们这儿天黑要晚一点 你们那儿天黑要早一点呢 这是什么理由 时差 没有啊 现在是19点09分呀 你们那边不是吗 你们那边不是19点09分吗 上一天真的近一个小时了 对我的地理很不好 特别不好 我的地理特别不好 哎呀 我这里也是现在是19点10分 金子啊 哎 我有个电话 我先接电话啊 好 去忙吧 嗯 太阳跟地球的距离 距离近一点 天黑都就要晚一点 意思是说太阳离我这儿要近一点 是不是 离地球赤道路远 我们就和你们的时间一样 他说他去接电话了 他说他去接电话了 实际不一样 天亮天 我一反正我一直都没有搞懂这个原因 知道吗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里 因为我之前去过江苏嘛 你知道吧 我去我就是我爸爸之前不是在江苏出事吗 然后我去那边照顾我爸爸每天天黑就很早 对不对 直播间有没有江苏人 天黑就很早 然后然后我当时去那里的时候还水土不服 我还呃就是一个星期都不去一次厕所 知道吧 就很奇怪 就江苏那里 而且江苏他不吃辣椒 我们四川就要吃辣椒 嗯 所以就是当时我一直到现在我都一直没有搞懂 为什么呃我们这边天黑的话 夏天天黑的话是8点半 然后冬天天黑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点已经天黑了 是这样的 嗯 我是十月份 十月份去的江苏 江苏南京 然后江苏无锡 这两个地方 我的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读我虽然读过高中 但是我对地理这个东西我不了解 而且我的成绩也不是很好 对 我去过江苏无锡和南京 我爸爸是在南京 然后我妈妈在无锡 这样的 好多江苏人有没有不是江苏的人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是江苏人的柯个一 不是江苏人的柯个小二好不好 对 是江苏人的柯个一 也不是江苏人的柯个二 我们看一下哪一个地方的人比较多一点 哪个地方的人比较多一点 江苏人真的很多 还有江苏人很好 江苏的人很好 真的 就是我以前我去江苏的时候 我还认识了一个女 就是一个 她不是江苏的 她是北方的 就跟胡文文一样 北方的人在江苏打工的 然后那个女孩子 她们吃的是馒头 馒头可以放在那个坛子里面 可以放在那个坛子里面 然后放好多天 然后再拿来吃 对 其实江苏人很好 我还认我看我认识 我认识一个 就我妈妈那里上班的一个 长长 然后是江苏人 对我很好 一个叔叔 没有 我跟文哥没有联系 因为我跟文哥本来就不认识 不熟悉的 对 对 嗯 我们是成都 嗯 武汉的就不好吗 没有 我没有说武汉的不好 我只是说很多人是江苏的 我觉得江苏人很好 我江苏人很好 嗯 对 金珠我是绑一 什么绑一 你那不是靠西藏还是心脏 靠西藏吧 靠西藏比较近 对 我们这边有自驾有西藏的 无惧精英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耶 江苏连云港 我妈妈他们场里面有一个男生是江苏连云港的 文文哥他不是江苏人 他是北方人 然后在江苏打工 他的爸爸就是他的爸爸跟我的爸爸就是在江苏打工认识的 知道吗 嗯 是少数民族吧 你们觉得我像少数民族的吗 你们觉得我像少数民族的吗 就是那个男的 你们看到 你们看到那个男的没 这有个男的 就是前面就是让我去吃饭 然后我没去的那个人 对 欢迎你来北京 好久没有看到金芝的端子了 因为没有拍视频 因为傅哥回成都了 然后我也一直忙在上班 一直都在上班 所以就没有那个 这里是四川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在哪里啊 给你们看一下我这里的地址 你们就知道我在哪里了 我的我的位置啊 看到没我的位置 有点镜像啊 镜像不知道怎么处理 马边 马边 马边遗族姿姿 看到没 马边遗族姿姿 这不是我不是在家 我在上班 我在上班 以后我直播的话 你们就看到直播了 你们就赶紧进来 这样子的话 你们就能知道我前面说了 就是讲的很多事情 对 你好李燕明 在我们县城的一个酒店 对 有就是说意思就是 现在有这么多人 有很多人都是刚刚进来的 是不是 从我六点钟开播 就一直在直播间的有没有 就是我一从一开播 然后你们就 哈喽 哈哈哈哈 就是从我一开播 然后就一直都在 呃直播间的 有没有 有没有 有的打个有 刚刚我是六点钟开播的 刚刚我是六点钟开播的 然后 呃有没有 就是从我开播就看到现在的 有没有呀 有 就没有几个是不是 就没有一直 一直在 就是一直在 嗯 有很 很多人都是 呃刚进来的 所以没有 从我开播 就看到现在的 哈哈 你们觉得我像一个遗族姑娘吗 像吗 家人们你们觉得我像遗族姑娘吗 像的打个像 嗯 嗯 嗯 我是 四川人 就是说话 说话 都是在毛边话 我说的现在这个话 就是毛边话 我说的这个话 就是毛边话 然后 傅哥他们 我听到傅哥说过成都话 就是 嗯 成都话 成都话 就是 嗯 嗯 嗯 然后去吃饭就是开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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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成都话我不会说 我只会说 我们毛边话 对 傅哥他是生艺人 他不是做直播的 也不是做网红的 所以他不方便给大家露脸 知道吗 而且他又不需要在这个互联网上去露脸干什么 所以他不会露脸的 开饭去了 对对对 这开饭就是去菜饭 拆饭 你有服装吗 工作服有 工作服有 感谢你们的喜欢 没有给今天点关注的点点关注 这个是我第一次开播 就是 呃有四万赞了 这是这是第一次开播 所以你们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 好不好 纳美族 像纳美族 可能是什么呢 因为五官吧 可能是因为五官 因为我们这边的少数民族 他的五官的话是比较突出的 就是比较突 就是怎么说 比如说比如说我这个鼻子 就是你们这样正脸看的话 是不是我的鼻子不是很高 对不对 就正脸看我是不是不是很高 但如果说你们是这样子 但如果说你们是这样子侧脸看的话 就能感觉到他很高 就能感觉到他很高 就是这样子 嗯怎么说呢 我好像也没有哪里体现聪不聪明 对 嗯 我在马边 马边 我们这边有苗族 有藏族 有夷族 有夷族 有汉族 四个民族 但是它是一个夷族自自献 对啊 今天就大别墅了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只工一杯酒 一夜一下子变老 那首歌